网易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IntoAndPatrick 尹浩宇 欢迎收看娱乐新鲜派解锁我和你的无限可能 一开始可以先请您用三个成语来 向观众介绍一下自己 莫名其妙 是不是在骂我自己 莫名其妙 独一无二 笑口常开 现在来节目之前 IntoAnd的哥哥们 有没有为你加油打气呢 有 因为我来之前 我跟他们说 我明天要飞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然后他们就说 你去哪里 我去50公里桃花雾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加油 你要见谁 还有谁在 然后就说 你好好享受 好好加油 在咱们节目中 有看到你叫其他的 无名哥哥姐姐们 就是IntoAnd的那个手势 对 那不知道现在大家学会了吗 我觉得大家是学会了 差不多有一些人就是 我问一个这个 有一些人就是 这个什么的 有一点奇怪 但反正我觉得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有那个眼神 就可以copy一下 像王神兵哥在漫直播中有说到 你是社交小宝贝 曾说过一开始不太敢跟他接触 但是后来感觉你们俩 是不是慢慢熟起来了呢 那想问一下是怎么熟起来的 最开始其实我有点不敢跟他聊天 他本人是对我很nice 我就突然就算了吧 就说呗 然后就跟他聊 然后一直一直聊 然后就觉得变了手 那他在你眼里是怎样的一位哥哥 那我觉得他是社交大宝贝 因为我觉得他是 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然后我也挺喜欢他的想法 比如说我们那天是 在聊就睡觉这个事情 然后大部分的人呢 他们睡觉会这样子吧 蜷缩 然后他就突然聊得 有一些人 他们就没办法这样睡 就是有一些人就必须要躺着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他们可能就想到自己要怎么睡 自己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没有想到别人 有没有机会可以这样睡 他想法很有意思 这次想问一下 有没有机会和 龙苏龙龙哥一起搞音乐創作呢 我觉得呢 如果 这个也是一个秘密 然后如果有的话 那可能要等50公里讨好舞第三季 第三季敬请期待 在圆花会上 为什么想要弹 用当景谈Project Night 我个人觉得是个美好的夜晚 我那首歌挺适合 和那个氛围 在那边的氛围 在你教大家跳舞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谁是比较有天赋的 野哥 吴灭老师 因为他跳的时候太可爱了 平时就是在弹钢琴突然跳舞 就是我 杀 他感觉 天翻地覆 真的是 之前在超新音乐会上 没有参加速滑比赛 那这次在节目里面 有碰到大定格 是不是有跟他去交流 一些关于转道速滑方面的话题呢 我觉得是个好问题 他跟大家都说他的故事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神奇 是他小的时候 他从小的时候 需要每天练习 我觉得好辛苦啊 就是真的每天练习 感觉有一点崇拜差什么 对有点东西 有看到你在桃花木跳皮 平跳得非常开心 是以前会经常玩这个游戏吗 我不会玩这个皮皮尖 真的不会 然后丹丹姐教我 他教我了很多次 然后我是根本就 不会玩这个游戏 真的很难 比我们舞蹈 在上舞台那个比那个更难 真的 那这么舒服的环境 有没有看很多 有很多很美的照片呢 呃我 因为我胶卷相机拍了很多 然后以后就是慢慢的发出去 还有就是我拍了一个小小的film 因为我来到桃花屋呢 我是特别喜欢这里的人 还有这里的风景 想知道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个热词 叫物学 不知道你有没有 是吗 物 物学 不学 就不学了 不是 下课了 不穿鞋子 我说了 莫名其妙 独一无二 小口转开 你对于说这个 在这儿待这么多天 大家一起和同陌生到熟悉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做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到这里要交朋友 就是当然是希望这个朋友可以真的 翻开的就是 接受你自己这个样子 所以你做你自己就好了 然后就是好玩 不用想太多 直接做 也不用怕尴尬 因为你自己不尴尬去别人尴尬 如果觉得开始尴尬的话 还是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聊天 开始聊天 跟你说 做个手势 因为突然开始也好 大家都会觉得你是谁 然后就可以 嗯对 之前有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中国人不骗泰国人 这句话是从哪里写的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那当然中国人也不会骗泰国人 按逻辑来 最近有学到什么 比较有意思的网络用语吗 懂的都懂 滴滴滴滴 谢谢 其实我们拍MV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想要这个 日出这个镜头 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 然后大家都是特别早期 就不管是工作人员 还是导演 还是就是我们英特广 就是特别早期 然后去就是 呃现场去拍这个MV 然后一整天拍就特别 好玩 可以期待 因为现在是毕业的时间嘛 像请太太可以分享一些 关于社交的题 如果总结一套 就是社交单部曲 你会用哪个种种 第一个点呢 是让你自己的想法 放开 就是不管你会见到谁 就是要自己就是放开 就是要接受他们是怎么样 第二个呢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 要有自信 让自己不用这么尴尬 因为其实如果你不尴尬 这个情况就不会尴尬 然后第三个呢是就感受 直接去跟他们聊天就好了 这个朋友就会慢慢的就是 变成一个好的朋友 这一次在高华路和不同年龄哥哥哥姐姐相处 有没有学到一些不同的手交的技巧呢 第一天呢我觉得龙哥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技巧就是 让新无敏跟老无敏玩一个那个游戏 这个我觉得好聪明啊 就是让我们就是真的很更快的走起来 然后我个人的方式呢就是 手势 你觉得射牛是怎么样的 射牛呢就是 我 就是 不是 射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射牛 但是每个人自己的风格是不一样 但我觉得大家都很会就是跟别人聊天 就是来说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听别人的想法 感觉你从海到大有去过很多地方 甚至是严重的国家 嗯 嗯 你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龙我感觉 我觉得我很快 可能来到中国 最开始来到中国的时候有一点难 因为语言啊 朋友啊 这个环境啊什么的 文化啊 可能是 不是我那么熟悉的一些东西 但是 我觉得后面就是开始习惯 熟了 知道了怎么做 嗯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 让自己快速地融入这个大观点 问问题 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担当 我会说我是 十万个为什么 然后你慢慢的会选到很多新的东西 这样你就可以慢慢的啊 就是变自己更 适合这个环境 因为你的年纪还比较小吗 嗯 进入这个 这个 也是一个工作的环境 进入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后 经常会遇到比你大的一些前辈 是的 在遇到这些前辈的时候 你一般会选择怎么样 你跟他们相处吗 嗯 我觉得也是问一些 我是很想知道这些问题 比如说我也 那天问了丹姐 野哥跟玄姐 他们 在十八岁的时候 他们有计划他们的未来呢 所以 聪明的是问他们 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是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 你可以学到好多 一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 大家都很容易会有感到失落或者是恐惧 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吗 呃 我觉得如果我 比如说我今天离开五十公里头 要提醒我 如果社交的过程中如果感到尴尬 或者是 勾动舞台设立的话你会怎么出 别总是那个手势 我想一想 呃如果开始尴尬的话 看他的眼睛 就一直看着 然后就看谁要先说话 谁要先blink 然后就说那你输了然后就是 不尴尬了 到了进展境以后你是怎么样快速的找到跟自己 就是志同道德的 伙伴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最快最慢的就是我觉得 你找到就找到因为每个人就是 就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他 性格跟你很像的就是找到了 但也不能说就是啊 我这样做我这样做就可以很快的找到 就是表达你自己 然后就是听他们他们是 什么性格 很多人他在智慧中发言就是遭到农场 如果你自己说的话 冷场 我觉得大家不用 担心因为我是 我是一直是这样然后我也习惯了 我觉得没关系就冷成就冷场 我一个方式呢就是说 说完了太冷了太安静了 我就会会跟大家说可以给我点反应 然后大家会给我一点反应 没人去那我自己去啊 靠自己 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高质量 我觉得 我觉得 最好的一个社 社交 就是 你真正的可以交一个朋友 然后你可以做你自己 然后可以叫这个朋友 这是最好的 那不好的呢就是说 见了100次还是很尴尬 这个就是不太好吧 我觉得我见到三次我尴尬 我就不想见 就不会见了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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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50公里桃花物 那个怎么说晚安 老 老老好看了啊啊我懂了我懂了 50公里桃花物太好看了 我真的觉得老好看了